位於九龍灣的這個商場 平台位置愛望郵輪碼頭景 有機會看到郵輪拍案 商場預料 郵輪碼頭開啟後 會吸引旅客來這裡拍照 而由碼頭坐專車到商場 車程是5分鐘內 為了捉緊郵輪客的商機 商場特別安排專車接送旅客往返 又吸納深商戶 增加商場吸引力 我們有6間新的直視 因為配合區內很多寫字樓 商計供應 我剛才也有說住宅 也可能遊客會過來吃東西 我們將電器樓層重新裝修 提供多些電器電子美化家居產品 我們也加了一些國際時裝品牌 這是正正配合區內工作人口劇增 以及一些遊客過來消費 首批郵輪客到商場消費 可以獲贈救物現金券 商場又舉辦郵輪展 介紹碼頭的特色和發展 這個展覽除了擺放大型展版之外 還有兩手大型郵輪的模型 讓市民去參觀 這一手就是公主號 它每年總平穩載客量 達到130萬人次 今年將會停發在啟德郵輪碼頭 不過根據現時的旋期表 全年郵輪拍案的時間 暫時只有大約一個月 例如海洋水手號拍案之後 下次旋期已經是10月份 旋期不多 加上拍案時間短 對零售業有多大的幫助 還是未知之數 但商場就預計 人流會比去年同期增加三成 營業額最少增加超過一成 因為我們這麼近的郵輪碼頭 雙機也可以受惠 今年雖然是第一個拍位 開始啟用 來拍的郵輪是多手 但我需要時間 始終這個郵輪碼頭落成了之後 是一個很長遠的配套 我們預期 接下來會陸續續 更加多的郵輪拍過來 他說商戶都憧憬啟德區的發展 今年有3至5成的商戶續租 而商場都加租2至3成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葉本南報導